好 你做活吧 吃了一身汗 你头发怎么那么白我哪知道啊 你话为什么这么多我也不知道 问的问题也得我得知道怎么回答 刚吃饱就被炖上了 我被炖上了 白天多晚上要上班晚上要忙工作 有的十几岁也有白头发 你看那个叫何昌的 你头发怎么白这么多 没有人我回答不上来 你自己回答了 有的几十几岁也有白头发 那你就不要问了好吗 哎 尬了 谁不尬了你知道吗 尬了 可怕尬了 快了遥是不是 能睡几个小时我六七个小时吧 我现在就是天气热呀 天气热我就睡不好 开口鸟觉得有点冷 睡觉生产队的驴 就是有一些问题我没办法回答 他们就说你怎么这么好看 好多人都问我你怎么这么好看 我说那我 你问我我问谁呀 轻薄的人啊 我是那没办法啊 做生意就是得拼呢 看我不拼我都赔死了 我等会一定要把这个头发修一下 头发是方的你没发现了 这个理发师啊 虽然便宜但是真的有便宜的道理 您需要的注意我给他我给他排面了 对不对 只要跟我大聊的我都会怼一下 你就是你不是想聊天吗 对不对 我也说我也不说一些生存性的东西 这跟我没关系啊 我没有我没有想跟每个人的聊天 我只是在直播而已 直播给 直播给想看的人 也没有办法教授到所有人 所以没有意识跟所有人互动 能能能能 我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 你看又来了 你怎么这么多拜托吧 又来一个 我就说 我觉得这个话题 我就说一天我能说到15个 糊涂的脸 糊涂的脸很像方圆 我说实在了我没有方圆好看 我觉得方圆算是好看的 那方圆 方圆就是 就是不是 就是他是可爱的 我也不知道再怎么说 就是他 方圆我觉得算是好看的 方圆我觉得算是好看的 这个 性格 性格记不记不记得